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又再發揮與不驚人勢不憂的精神 在微博那裡寫了一條貼文 竟然鼓吹大陸政府要與美國搞核子軍事競賽 要製造更多核彈出來震懾美國 到底他是怎樣說 他說 看看中美當前的關係 好像自由樂體那樣下墮的樣子 不要天真 不要指望在大選之後 華盛頓對中國的態度 有可能出現什麼重大的好轉 中國必須做好 應對下一步美國更為極端對華冒險的準備 如果單看頭一段文字 其實胡錫進的研判是沒有錯 是準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管是美國的評論也好 或者是本地的評論也好 普遍都認為 反共已經成為了美國兩黨的共識 而且反共的路線 不管是哪一個當選新一任的美國總統也好 也會繼續傳承下去 故此無論是拜登做也好 或者是特朗普做也好 中國這一波都會被美國針對著 但是接下來的那段 胡錫進又開始發工 他就說 握緊時間把足以震懾美國封止的更多核彈製造出來 要紙爭招值 希望老虎上次發言和相關爭論所引起的正面觸動 這段時間 國家就沒有懶懶閒 中國擁有更強大的核武庫 是將美國的囂張態度 壓制在一條安全線之下的最關鍵法馬 其他的招數都沒有什麼用 他就說要做更多核彈 當然 這個意見 其實 即使他能夠提振大陸部分小粉紅 亢奮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好 實情 我一看他的留言版下面 原來有這麼少人都是丟他 而且那些人所得到的讚好數量 都是數以千計 比如說有些人就批評他 希望老虎你收下把口 你真是瘋了 美國需要和我們打核戰嗎 沒收官員子女在美國的資產 等美元和人民幣脫鉤 和台灣建交 就夠殺傷力 依據你的智慧都是靜點 我們懷念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說什麼 其中一句非常重要的語錄就是這樣說 說中國現在不是 將來也不會做超級大國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 變成了一個超級大國 也都在世界上稱霸 到處欺負別人 侵略別人 剝削別人 這樣 世界人民就應當揭露他 反對他 並且和中國人民一起打倒他 這個就是小平同志所說的 中國永不稱霸論 現在被大陸的微博網民引用 懷念小平同志 而且他還說了一件事 這個言論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留言他點出了一件事 究竟中國的利益 中共的利益 以及人民的利益 官員的利益 這幾件事之間 有沒有什麼衝突 你老虎現在搞什麼核子軍事競賽 製造更多核彈出來 其實就是以軍備來綁架了整個中國 綁架了中國人民 你搞什麼 人家就說得很清楚 只是搞你那些官員子女在美國的資產 就已經是一條非常之絕妙的條段 人家正正點出了 大陸那些貪官的利益 裸官的利益 以及人民的利益 就是處於一個對立面 故此 你根本上搞這件事 就是把所有人民綁架了 而且那些貪官也都未必會認同 如果你說要搞什麼軍備競賽的時候 因為分分鐘自己的利益會受損 然後有其他網民 就不停留言 有人就說他 你是不是要把全國人民做賭注 拿去騷擦呢 就是騷擦呢 有人就說 美國有幾千枚核武器 中國保持清醒了沒有 中國有沒有怕到 如果中國有幾千枚核武器 難道美國會怕嗎 符不符合邏輯呢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是永不能忘記的 戰爭反只不能綁架全國人民 有人就繼續罵他 就是另外一些人 就說戰爭受苦的就是人民 希望你老虎就不要鼓吹戰爭 不要綁架老百姓 我其實就覺得 有不少人都是反戰的 都是清醒的 但是胡錫進這些人 偏偏受眾 就不是這些理性的人 清醒的人 而是那些根本上已經是 處於一個亢奮狀態的小粉紅 民族主義情緒上腦 故此就說 打了打了打就最好 這些人是 好了 接著他那篇文就繼續說了 說中國當然不會放棄 和美國協商解決各種問題的努力 我們中國重視中美關係的態度 是不會變的 但是問題就是不取決於我們 隨著美方步步緊迫 是不能夠排除 中美在南海、台海 擦槍走火的可能性 到時候形成中美的意志比拼 足夠的核武器 是中方意志不可缺少的支柱 實際上他講到關於台海和南海 他點出了這兩個地方 是最有可能的所謂的擦槍走火 我是完全不認同老虎這些風言風語的 擦槍走火就是為什麼呢 是不是說到好像中印邊境那些 肢體衝突 那個沒有擦槍也沒有走火 因為中印邊境的磨擦 其實一早在90年代的時候就簽訂好 說雙方都不能夠使用軍火 後來被人發現 原來你中國去弄狼牙棒 你真是吹槍 玩完釘石頭又玩狼牙棒 就是由這個石器時代 升級到青銅器時代 但是那個始終都不是開火 因為兩個國家之間一旦是開火的時候 這樣就等同於開戰 所以在中印邊境那時候 遠遠就沒有這個程度 但是你對著美國 難道你怎樣 用狼牙棒 還是用石器時代的武器 基本上是不行的 你說如果要擦槍走火的時候 這個可能性有多高呢 能不能夠擦槍走火呢 因為根本上人家全部都是空軍 都是戰機啊 偵察機啊 你怎樣跟他擦槍走火呢 除非你是有意挑釁他 你有意去射他 如果不是你擦槍走不了火 我也不知道你在這裏寫什麼 或者在南海的問題之上 除非你弄那隻賓州艦 或者遼寧艦 噴黑燕就是這樣噴他 如果不是怎樣擦槍走火呢 所以胡錫進說的那些 根本都沒有合理性的 就算現在老解說 聲稱在南海那處做軍演 實際上那個地點就是 在雷州半島的西部 雷州半島就是站江的位置 站江再過一點就是北海 隔壁就是陰州 隔壁就是防城港 再過一點就是越南 雷州半島西部的位置 其實就是北部灣的位置 就是廣西的沿岸 你選擇做軍演 都選擇在那個叫做家門口的地方 你都特地不會走去南海 別人在演習的位置 你又去做吧 那怎樣擦槍走火呢 這完全是離譜 然後這個老虎繼續說 即是講尾爾那段 他說老虎是熱愛和平的 作為前軍人他就深知 中國軍力的強大 是我們不被脅迫 從而使得和平永續的保障 實際他說是前言不對後語 既然是熱愛和平的時候 你怎會還鼓吹搞這些軍備競賽 和平什麼是和平啊 所以 他的留言板裡面 批評他的人 其實就是講得沒錯 接下來我們又講一下美國方面的消息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他頒布了一道的命令 就說 國務院要針對那些侵犯人權 以及向大陸政府提供實際協助的科技公司的特定員工 實施簽證的制裁 他那條鐵文當中 特別是指出華為是其中一家 好了 羅冠聰看到這宗消息 他就說 雖然只是美國制裁的一小步 但象徵意義就非常重大 第一 就是將人權制裁全球化 例如說 當中國企業向朝鮮和伊朗等國家 輸出科技的時候 就更容易被制裁 第二 制裁目標私人化 進一步宣示了中國企業 即是黨企的立場 他就說 相信有更多大陸企業 是會遭到金融方面的制裁 這樣說 實情 美國現在直接把制裁名單 不斷延伸 較早之前 都只是說制裁 涉及新疆問題的幾個大陸官員 現在不是 現在連華為企業員工都會遭受制裁 就是會有入境限制 所以大家會看到 升溫非常快 下一步將會是怎樣 中國有什麼反制措施 如果中國真的採取一個對等原則的時候 就是說 中國有機會 就是制裁美國的科技企業 那些員工前往中國 問題就是 到底美國的科技企業 有多少業務 放在中國那裡 如果你不讓他入境 那對於美國有沒有什麼損失呢 中國究竟有什麼企業呢 大家拭目以待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